22位磨山父親在今天視頻節的上午,有南京民眾服務所的劉之耀先生, 奮別贈送每位父親精美的禮品一份,以表現他們平日促進家庭美滿, 尊顧言辭和為地方貢獻力量的優良表現。 在22位磨山父親中,年紀最大的是72歲的賴冰山老先生,兒身有30多人。 另外有30多個小朋友並合唱了歌曲,為他們的父親和別。 主辦單位已安排全體磨山父親到烏日的更新汽車場去參觀遊覽。